2021年12月12日 我們利用ABC 澳洲廣播電台的資料 我們由下面讀上去 因為時間嘴是新的在上面 所以最下面的 維多利亞在過去24小時 有1069個新本地確診 另外2個死亡 在西蘭威爾斯有485個新的確診 沒有過迷本地 有2個死亡 在首都亦有一個新的本地確診 現在在西蘭威爾斯方面 已經發現了Omicron的病株在醫院裏 另外在22分鐘之前 剛剛新發現 北嶺地有3個新的本地確診 其中包括一個4歲的女生 加上幾個她的朋友 稍微大一點 而在南澳方面 亦有10個新的確診 使得有些部分地區 現在有些警告出來了 我們看看 詳細內容 在西澳和塔斯曼尼亞 是沒有任何報告的 即是沒有任何事 沒有任何好事 有人說 要將這個病毒完全撲滅 是可能的 我知道是可能 我們早就知道 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政治勇氣去做這件事 在南澳那邊 有10個新確診 在那邊總共有1,008個確診 而這10個之中 有一個是由其他州走過去 有6個是在本地 從已知來源的確診 另外有3個是不知來源 這3個不知來源 就要更緊一點 現在還有3個人在醫院 告訴大家 在Tenon Creek 那邊 在污水中 發現了有新冠病毒 現在已經有一隊醫療人員 去了各個地方處理這個問題 而那裏只有69個人 是有2劑的注射 所以現在在那區的人 要戴口罩 包括在室內 另外有一堆地方 就是Bula Dagararu Pedron Hol Kalkurin DJ 那些Manyu 這些地方 就會在今天的下午2點開始 要全部地方 在72小時內 一定要戴口罩等等 大家就知道現在的情況 大家就知道現在室內的情況 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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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